同学们早上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四课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请同学们把第八册的课本翻到第三十二页 第四课 农夫和蛇 请跟着老师读 一年冬天 连续下了几场大雪 天气非常寒冷 河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泥土冻的硬硬的 好,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冬天 冬天就是Musim Dingin 冬天的时候会下雪 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片 这就是结冰 在冬天的时候,河里会 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因为天气非常寒冷 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片 这就是硬硬的泥土的图片 好,我们继续 有一位农夫 清早出门 发现 发现路边 有一条冻僵了的蛇 他想把蛇捡起来救活他 忽然又想起 蛇是会咬人的 就没有去救他 好,来,我们看一下图片 这就是冻僵了的蛇的图片 你看,蛇因为冻僵了 你看,蛇因为冻僵了 所以不能动弹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片 这就是剪的动作 好,我们继续 农夫一边走一边想 蛇是会咬人的 可是 如果我救活了他 他总不会咬我吧 好心肯定有好报 我不能不救他 于是 好心的农夫 就转身往回走 来到蛇跟前 把他捡起来 放进怀里 享用自己的体温 使他醒过来 然后 农夫又继续赶路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跟前 你看 这个女孩子 她就坐在电脑跟前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坐在电脑的前面 这就是跟前的意思 好,我们继续 过了一会儿 农夫把蛇 从怀里拿出来 看了看 他虽然醒过来了 但是还不能动弹 农夫就又 把他放进了怀里 在农夫温暖的怀里 在农夫温暖的怀里 吐了吐了吐舌头 在农夫的胸口上 狠狠地咬了一口 农夫忽然感到一阵剧痛 他连忙解开 他连忙解开衣扣 一看 原来是被蛇咬了一口 农夫气急了 抓起蛇 使劲把他摔在地上 又用脚一踩 蛇就死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温暖 这个小女孩 她投进了妈妈的怀抱里 感觉很温暖 好,来我们看一下 舒服 什么是舒服 就是这个女孩子 她躺在沙发上 然后可以喝咖啡 可以吃蛋糕 感觉很舒服 下一个图片 咬 这个小男孩 他被狗咬了一口 所以他就大声喊 好,下一个 摔 摔就是把东西 丢在地上 这就是摔 你看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图片 他在摔书本 好,最后一个 踩 这就是踩的动作 好,我们继续读 没多久 农夫觉得眼前的一切 都变得模糊起来 他知道自己中了蛇毒 快不行了 就叹了口气 说 看来蛇咬人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对这样的坏东西 好心是没有用的 我真不该救他 好,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模糊 模糊就是 看一下这张照片 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模糊 现在我们读生字 请跟着老师读 蛇 蛇 后 后 后 动 动 硬 硬 硬 剪 剪 咬 咬 咬 转 转 怀 怀 怀 醒 醒 书 随 和恩 缺 拱 拱 采 酿 摔 摩 摩 摩 猛 誜 好,我们继续读生词 寒冷 寒冷 如果 如果 跟前 跟前 温暖 温暖 舒服 舒服 一切 一切 看来 看来 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课文 我们现在回答问题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农夫亲早出门发现了什么? 对,他发现了一条冻僵了的蛇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农夫救那条蛇了吗? 结果怎么样? 他的答案就是 农夫救活了他 农夫救活了他 那条蛇 醒过来之后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好,第三题 这篇课文 这篇课文给你们讲了什么道理 有谁知道答案呢? 对,他的答案就是 蛇咬人的本性是不能改的 对这样的坏东西 好心是没有用的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 再见 再见